大家好 我們是冰東的朋友 我是JD 那又來到這個月底月初的時分 就代表沒有錯 今天我們要來跟各位做 這一個月的到貨景品的全開箱 那由於品項非常的重多 就讓我們事不及時直接進到這個開箱環節 好 那首先呢 為各位打頭證開箱的是 這個本月推出這個Clearize的這個物吉塔 那要跟各位提一下 就是這隻物吉塔其實那時候我們填單的時候 本來是預計11月應該要到貨 那不知道什麼原因呢 它突然現在才到貨 如果有人知道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幫我補充一下 那首先呢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這隻物吉塔 大家知道 因為一直以來Clearize這系列呢 在我做全開箱的企劃裡面 我一直沒有給到極高品 大家看到它這個眼睛的部分 還是有那種超級嚴重的疫情 這個嚴重程度是真的 你看了應該會覺得極度的不舒服 那撇開這個不講啦 我們講這隻公仔本身的做工 我認為是比之前其他同系列的來得好很多 第一 不管是在它頭髮的部分啊 它整個衣服的漸層 去做出來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都比之前來得好非常多 就算是這隻物吉塔 網路上有人說 誒 至少它是這一次就是Clearize這系列 一直以來大家公認覺得做得最好的一隻 我依然並沒有太有什麼好感啊 而且我覺得它這個臉 大家看看它那個下巴有沒有 比較腫一點 好像有點巴服了 所以這個系列我一樣是不推的 這一隻呢 剛好也是我們本月唯一一隻 就是有到貨的景品 那如果我有遺漏掉的部分 在下面幫我補充一下 可是我那時候填那的時候有漏掉 但就我所知啦 這個月我們青龍珠只有到貨這一款 那記得讓我們進去下一個動畫 我們本次呢 有新增這個動畫 就是這個轉身史萊姆的部分 因為實在太多 不然是客人還是粉絲敲碗 所以未來呢 轉身史萊姆的部分呢 如果我們到後面就跟各位看一下 它這一個系列呢 它就有點像是 轉身史萊姆裡面的這個半紙裝 或是DXF的方式 它其實角色詞很廣 然後知識的選擇 整體上面的品質都很穩定 所以如果你入坑這個轉身史萊姆你想要收那種全角色的話 就是黑盒子這個系列 它其實還蠻值得你去關注的 那這各不打的部分 目前呢 從面部的表情呈現 細節的做工 還有整體的品質 還有針對它那個細部表現的勾勒的部分呢 我認為其實就跟我們常常開箱的那個半紙裝或是DXF一模一樣 就它整體的細節上呢 其實不會說非常的馬虎 因為我們看到它類似像衣服上面這種皺褶 比較飄逸的整體感覺 其實做的細節我覺得還算是蠻多的 然後其他的部分呢 塗裝上面也沒有太多的失誤 整體上面的品質我覺得算是很穩定 雖然哥布達這角色 應該也沒有太複雜的地方讓它可以做得不好 那接著就來到 這個月形穩度非常高 也是店裡賣的非常好 就是這個暴風龍的人形態 細節做得都還算不錯 那它有一個小巧思就是說 它這個頭是可以拆掉 然後把這個披風給它拿下來 所以它這個披風是可以把它拆掉 那我們就可以就是擁有一個裸著上半身的這個暴風龍 那它背部呢 針對它這個肌肉群的這個刻畫 我覺得做得也還算不錯 比較可惜這隻公仔的部分呢 是這個 就是從肩關節這邊這樣切下來 它的那個 就是那種一體性會破壞的比從肩膀這邊還要再更嚴重一些 因為這樣看過去就很像那種人偶有沒有 這邊切掉 所以這是我覺得比較可惜的部分 那它除此之外呢 這隻公仔針對面部的還原度啊 甚至它在頭髮上面還有把一些髮絲的細節雕刻做出來 還有做一些這個漸層色的部分 所以這隻公仔來說的話 我覺得這系列 其實如果你有興趣回座的話 我覺得這系列應該是蠻穩定的選擇 那就讓我們先下一個 大家咖很特別喔 我們幾乎不太跟各位開箱這個Qpatski的部分 在看我音的粉絲就知道 這個 杜我背身子 不能再講生貝子 生貝子 背身子 背身子 是背身子還是生貝子 算了不管啦 那個知道了 我永遠都搞不清楚那個名字啦 因為常規這個Qpatski系列 我們都知道它會跟很多IP去這個聯名 所以想說來幫大家開箱一下說 看一下它這種這樣子呈現的感覺怎麼樣 Qpatski它的風格 其實在公仔的呈現上面是非常強烈 所以頭調的部分基本上一直以來的品質 跟做工都是非常穩定 它身體的部分呢 這個衣服的做工 跟細節的這個皺褶 做工上其實就是蠻一般的常規景品等級 它這個衣服的表現上面呢 它這個扭扣跟這個口袋的部分 也沒有做一些加強的塗裝 細節上面並沒有讓我感到非常的驚艷 那下半身的部分呢 它比較特殊的是它這個鞋子 也有讓它做一點類似違反光的材質 算是一個小巧思 那比較特殊的部分是 欸 它這個其實這麼短 它裡面這個內褲是有給它做出來的 有特別給它做出來 這有顧及到我們這個紳士的部分 我覺得是還算不錯 那今天要特別跟各位開箱這個Qpatski的部分 可能其實也想跟各位抱怨一下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Qp這個系列可能由於這個娃娃機的緣故 它在台灣的這個市場跟整體的行情 其實一直都不那麼好 那如果有在關注的人就知道 Qp這個系列不管是在保護公司啊 還是我們跟上游端拿的這個價格 跟成本都來得更高 在這邊偷偷跟各位透露一下 那個時候我們Qp的公仔 一次大量賣給人家 就是200盒 300盒這樣子賣 我們一隻平均才賣不到250塊 如果有興趣入手這個Qp的玩家 我是強烈的建議 可以等一個月到兩個月之後 欸 往娃娃機的市場去挖寶 看那個Qp真的是一隻可能150-200多的機會 欸 甚至還不僅有人要 好 接著我們聽一下就過了 那接著要跟各位開箱就是我個人了 那時候看到外包裝 非常非常期待的一隻公仔 就是我們這個轟膠洞的部分 它這個動作的整體呈現上呢 我覺得它的動作感做得非常好 那這一次呢 因為它的角色上面 同時還有這兩個特效件 所以我那時候還覺得非常的期待 那以目前呢 單憑這兩個特效件來說的話 它的火焰是使用一個 比較透光程度比較高的一個方向去呈現 那冰的部分呢 就是用一個半透明的方向去呈現 那這兩個特效件的那個表現等級呢 我覺得就是一個常規景品 應該有等級 甚至還有好一些喔 來到身體的細節的部分 就非常的可惜 因為它針對這種衣服上面的這種塗裝啊 英雄服上面的這個袋子 它就有一些益漆 手部的這一個 護腕的部分 就有很嚴重的那種 也是一期 還有一些客商 不然其實以這隻公仔 不管是 面部表情啊 整體的動作呈現 還有搭上這個 特效件的部分 我覺得以常規的轟膠洞來說 這個系列的景品的話 這隻景品的入手 推薦度我個人算是還蠻高的 但是呢 雖然說這樣 但是還是狹不言語啦 就是說它整隻公仔的這個呈現方式 加上這兩個特效件 我覺得加上這帥氣的盒子 那這個收起來 我個人還是蠻推薦給大家的 那接著讓我聽起來就懂 好 那接著讓各位開箱 就是這個鬼滅之刃的部分 給予一定會有一隻 這個SEGA出的這個吃飯團系列 那本次登場的是這個 不死穿迷食 這個光柱的部分 這個系列呢 一直以來的 它的這個做光品質 其實就是 我覺得就是 該有的都有 啊可是 細節上呢 就是沒有做到很細 所以其實它手拍 它都出一些比較特殊的動作 或是它尺寸會比人家大一點 或是它核心會特殊一點 那鬼滅之刃的這個吃飯團 算是一個大系列 它一路從這個三小牆 然後一直出出出出出 出到九柱都快要全部出完了 所以如果這個系列有在追的人的話 我覺得這整個擺起來是 還蠻壯觀的啦 不過以這一次這個封柱來說的話呢 我個人覺得比較可惜的是 它這個頭髮的部分 這個很嚴重的交接線 然後而且它頭髮有點塌 所以整體上面這隻封柱看起來的 廉價感我覺得是有點重的 尤其它衣服上面啊 這種就是比較大的交接線 然後如果沒有做一些 太細節的做工的話 其實整體看起來真的會 廉價感比較重 所以其實吃飯團這個系列呢 我個人推薦的程度算是收手啦 就是如果你喜歡這種 那種悲原子風格的這種特殊公仔的話 那我覺得這系列都可以收起來 那這一次登場的這個鬼之裝 就是一個上個月我們有開箱過的這個 一窩座的這個異色款 那這異色款呢 在這邊還在跟大家講一下 它這異色款基本上就是跟 那一隻原色款一模一樣的原型 然後顏色有稍微做一個刷蛋 那這一次呢登場的新角色就是這個 無產的這個女人的那個型態 它這個整體上的那個風格呈現呢 就是走一個蠻傳統的這個日本女性的方式 所以基本上這個公仔的重點呢應該會落在這個身體的這個 和服的這個表現 像你看它背後的這個 這個它腰間那個綁起來的那個領結 它這個東西是有做一些燙巾的方式去做一個處理 那帶到衣服的部分它這種色彩比較鮮豔的部分 欸其實它印刷品質上我覺得還蠻不錯 目前看起來也沒什麼很嚴重的意氣 那面部的表情呈現上也沒有失真 那頭髮的細節髮實 它後面這個包包頭的細節把它做出來 所以呢 半之妝還是鬼之妝這個系列呢 其實就跟海海王DXF一樣 欸我個人呢一直都是蠻推薦的 就是問你喜歡這個角色 然後你又不想要太花俏 想要穩定的擺在那邊的話 其實這個這個 買這個系列它的容錯率是非常高 基本上又穩定 然後CP值又高 所以算是一個非常值得關注的 那就讓我們進行 好 那今天要跟各位開箱呢 就是這一次這個SEGA本月 有推出這個SDM 那上一次呢就是我們開箱過的那個 兄妹之伴 的那個手牽手的那個系列 那接著現在緊接著登場的就是這個 衣握座 它們的呈現份量都是比較大的 那整體的細節上面就跟一罐 我們前面講過SEGA的這個 做工其實差不多 就不會有很多細節 但是該有的都有 表情沒有失真 細節塗裝也沒有什麼失誤 那唯一如果要真的說 比較可惜的地方呢 大概是 因為衣握座皮膚的顏色上 其實每一家廠商的呈現落差蠻大 所以像這一次這個衣握座 他整體的顏色呈現上 其實我個人覺得就是有點 就太綠了一點 如果可以 就是再灰 就是不要那麼綠 灰一點的話 我覺得整體上面那個感覺會好一些 那但是以這公仔整體的尺寸呢 跟目前他的這個分量來說的話 欸我覺得其實 以窩座他這一次這個姿勢的呈現 我覺得還算蠻有感覺 公仔尺寸偏大 所以他底盤的部分 其實也是還蠻空間殺手 這可以注意一下 好那接著我們接下來 那接著我們要跟各位開箱 就是也是本月的最後一支 這個鬼魅之刃的景品 也是我個人在開箱的過程中 覺得最值得推薦給大家的 那我們這次要跟各位看 就是這個Mathematic 所推出的這個照門探紙檔的部分 那本次這個照門探紙檔 他一樣就是 常規這個名字應該要有等級 整體上角色的這個動態感 姿勢選擇 第一我真的覺得非常的好 細節是整體的這個 皺褶的做工 從後面 從前面 他這個褲子有沒有 大家可以看到 他雖然都使用單一的顏色去呈現 但是因為他這個凹凸不平的這種雕工 讓他整體上面透過打光 其實還是可以看出一些程式感 然後針對衣服 他整體上面的這種飄逸的感覺 做的也是非常的仔細 面部的部分呢 表情呈現上呢 我個人覺得 其實懷遠度也是蠻高的 頭髮的部分也不馬虎 漸層適合給他做出來 然後最厲害的是 他這一次他這個刀子 做工上面 你看他從刀筆到刀鞘的部分 他刀鞘還特別有用那種類似 反光的材質幫他去做上色 所以其實他這一次這個 巧思連合的刀子 這個褲子我覺得是還蠻棒的 再來是這個手部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他 針對這個手部的這個關節有沒有 他整體這種 一節一節紫節的感覺 就給他做出來 所以這隻公仔整體的細節 從頭上來說呢 除了就是這個腳程 我覺得有點稍嫌可惜 不然這隻公仔的呈現 主題性還有整體上的分量來說 以一支常規的景品價格 這個Mathematic這個系列 我真的覺得大推 所以未來如果有興趣 收藏的這個玩家們 預算有限的情況下 我覺得可以優先入手Mathematic 那接著讓我們進去下一個 那接著要跟各位開箱的就是 咒術迴戰 本月最新發售的這個景品 那由於呢 最近咒術迴戰在日本上映的 這個咒術迴戰ZERO 這個電影票房也是非常非常的棒 我覺得他就有推出這個 咒術迴戰0有沒有 然後再來就是 咒魂之行 這個虎狀幽人 那咒魂之行他的定位呢 我比較佔勵之的 常規發售的這種方式 那接著呢 就是之前有出過很多的 這個咒術迴戰也是一個 常規發售的這個系列 那本次就會輪到這個 丁奇野牆威跟這個 素挪的部分 那首先我們帶大家看一下 咒魂之行的這兩隻光仔 目前在整體的做工品上面 我個人覺得其實沒有到很好 就他整體上面的塑料感 其實我覺得呈現是蠻嚴重的 然後整體的細節其實也很普通 那又說面部的還原度啊 整體的細部 其實包括他頭髮 我覺得有點微塌 然後整個 我今天嘴了好多人頭髮很塌 其實我頭髮也蠻塌的 以這隻虎杖來說的話 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做的並不算好 就是我不會覺得他算做的好 唯一如果說真的這隻光仔 我覺得做最好的部分 大概就是他這個球鞋 這球鞋做的不錯 這個五條老師的部分呢 就稍微好一點 因為至少呢 他在這個皮鞋的部分 呵呵呵 褲子的部分 也有做一些漸層的顏色 那其他的部分我覺得 因為我個人還沒看過電影 所以目前以 他整體的造型上來說的話 欸 我覺得他就失去了那種五條老師 他那種都嬉皮笑蕾 可是又超級強的那種 有點玩似不公的感覺 所以這隻公仔 比較沒有 就是punch到我心中的那一塊 所以目前這兩隻公仔 我算是比較不推的 那接著來到我們右手邊的部分 這次這個丁騎呢 其實在開箱的過程中 第一比較可惜的是 他手上的這個丁子 原料的關係 所以其實他放在盒子裡面壓久了 他這個丁子是會有點彎掉的 所以第一是這個 但這個其實在常規發售景品裡面 只要是比較細的這種 零件都會遇到這個問題 所以這個算 就是可以接受的範圍 那目前來看到 面部跟衣服跟整體的細節上的話 欸其實做工我覺得算是蠻普通的 那這個垂直的話 其實整體上面細節做的是算蠻麻糊的 所以這丁騎目前看起來 其實跟旁邊的半斤八兩 所以我覺得也還算蠻普通的 下半身的部分也還算可以 鞋子的部分也做的還不錯 那接著也是要免不服 我們頻道的習俗 來給各位看一下 就是他這個 內褲的部分 他這個比較可惜的地方是這個 這個內褲 就是他目前這個內褲的部分 雖然他有把他那個 下半身的形體把他 就是勾勒出來 就不是那一條啦 就是 那接著呢 就來到這個兩面素挪的部分 那不得不說齁 我們如果以這隻虎杖當成這個 比較的話 其實這隻素挪 光從頭髮的部分齁 所有的細節上就來得好了 而且大家有看到 他們顏色的呈現上其實是有差的 就是這個素挪的這個顏色 他整體上是比 左邊的這個周圍之形來說 更加鮮明一點 然後從這個領結的部分 你可以去看齁 就是脖子的這個 殘部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 這個素挪的部分 細節也做得比較好 那來到前面這個衣服 衣服的部分 他整體的皺褶 做得也是比較多的 然後腳的部分也是 不管是從正面 還是從背面 你可以看到 他針對這個整個褲子 他那個層次的這個做光 其實都是有差的 所以如果以這兩隻公仔來說的話 其實 對不對 是不是收素挪 整體上面的CP值就高很多 所以以這個月來說的話 欸這四隻公仔 壓倒性的就是我們這個素挪獲勝 那希望我們進行下一個 好那接著要跟各位開箱的就是 本月這個航海網發售的這個景品 那首先呢 打頭真的就是最近 萬代都會出一個這種金標的 我們都叫金標 他中間就會用燙金的方式 做一個這個眼金標 然後去復刻之前 其實做個不錯的這個公仔 那大家可以看到 目前的這隻公仔的高度跟分量 我們隨便拿一隻 常規的景品來跟他相比 其實他整整就是 筆地就大了一寸 看到這隻公仔 他本身是沒有底台的 所以放在這個家裡面擺設的時候 是比較沒有那個空間上的問題 大家可以看到 不只公仔的分量比較大 你看他從 面部的整體的上色細節 然後頭髮的細節做工 然後到衣服的部分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他這個衣服的整體細節 都有透過這個噴塗的方式 去把他那個皺褶 給他做得更加深邃 紅髮的披風是可以 這個披風是可以拔下來的 他本身呢 是不是用卡榫的方式去做呈現 他就是這樣 就是扣上去的 所以這個披風的大家來看一下 披風的內裡 大家可以看到 他這一次就是這種系列 其實我真的覺得還蠻值得 因為他目前比常規的景品來說 就是大概只貴個200塊左右 所以以這隻 以貴個200塊來說的話 就1.5支景品 他的整體細節上 我覺得做得是蠻好 大家看到他這個披風的內裡 其實他就連這個披風的內部 其實都不馬虎 我整體的噴塗 然後他帶出來的這個 飄逸的那個感覺 整個披風的那個皺褶 我就做得很棒 那接著呢 拆下了披風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更加清楚的看到 然後這個紅髮的裡面 那目前這個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 也有用這個深色的方向去做處理 讓整體他這個衣服的 這個質感 做的這種真實性的感覺 我覺得做得是非常的好 那接著來到褲子的部分 褲子的部分呢 也有透過這個上色 把比較亮的部分刷蛋 然後把比較深的地方做 加深的這整體處理 所以呢他整個前面到後面這樣子 就算在沒有燈光的情況底下 整體那種光影所帶出來的感覺 我覺得算是蠻好 那到腿部的部分啊 腳指甲 甚至連他腿毛 真的很屌 他連那個腿毛 都把它做出來 有出有戲的喔 所以不是那種 就是全部都長得一模一樣 是有點像 還有歪七扭八 很有那種腿毛的感覺有沒有 所以整體上面 這隻公仔的做工 我覺得算是還蠻不錯的 近期其實開箱這個系列的 真的 真的我覺得都算 還蠻值得收藏 就如果你要回追以前沒有 或者說算了 我現在想收一支紅髮的話 欸 這種重新發售 既價格不會被炒作 攻擊又穩定 所以其實是還蠻 不錯的選擇 那接著要跟各位開箱 就是本月這個航海網 推出的這個G&G 這個系列的這個場合 所以這個系列 其實一直以來針對到 女生的形體 他那個聲勢感 做的都很棒 這次最大的差別的事情是 他這個B款 是沒有披風的 然後他這個A款 是有附贈這個披風的部分 所以他這個披風 是你可以自由穿脫的 他整體的細節上面 交接線會有點溢出來 然後整體他 細節的那種 皺褶 做的就不會那麼仔細 所以你看這個烏爾蒂他透過這個毛衣的這種方式 就有襯托出他胸前那兩個 還蠻巨大的這個第二性針 所以其實他整體上 欸上半身的部分 我覺得是欣賞起來 算是還蠻不錯的 那接著來到下半身的部分 可以看到他針對裙子背片 有這個屁股的這個形狀 小短裙 就包臀裝 他會把那個臀型給他做出來 其實從後面還是可以 因為他這個形體的勾勒 隱隱約約的可以看出那種屁股的形狀 所以整體上面 我覺得這種設計是非常的好 下半身的這個腿 其實做的也是非常的漂亮 然後再來 才是我個人覺得最酷的地方 真的太酷了 就是他是 大概我們開箱到現在 就是少數 就是會針對這個內褲有沒有 你去看 他連他那個內褲的車線 你都會把他做出來 所以整體上來說 我覺得穿上還蠻用心的 所以如果你是特別 像我一樣 喜歡針對女性的這個 不是不是 我講身體好像很變態 那接著要跟各位開箱的就是 壓軸 就是我們這一次 航海王 DXF的這個合治國的系列 DXF這個系列呢 為什麼放在壓軸跟各位開箱 首先呢 其實是因為 大盒子跟日盒子兩個角色 在日本發售的時候 由於大盒子隻角色的定位 跟目前的熱門度非常的高 所以在日本發售的時候 其實他的DXF的供給量 就有因為需求量提升的關係 價格是有微幅上漲 一般常規景品 是比較不會有這種上漲的現象發生 當然一旦在日本境內有發生 價格上漲的這種情況的時候 其實在發售初階的階段 台灣人供貨就不會那麼的順利 因為可能預購的部分 有些日本的廠商 他就不會如期的發單 像我本人叫的 日版的這一兩隻 就是完全沒有供給 往常來說 模型經驗都會講砍單 所以砍單的意思就是說 就是說他把你的訂單取消掉 但以前砍單這個意思是在講說 譬如說萬代 或是代理商他們在發售的時候 因為生產量不足 或是某種原因 才造成 他的發行量 跟當初的預購量 沒有一樣 叫砍單 所以價格會上 那現在沒有 現在砍單的意思就是 我不想發給你 我就說砍單 我沒有貨我就說砍單 我沒有現貨我就說砍單 我怎麼樣怎麼樣 反正我就說常砍單 所以這個部分算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算是代購端砍單 對啦 就是模型店 他可能日本有價碼就砍單 這樣 有跟你說砍單 OK那也沒關係 因為其實他也沒講錯 誰叫我們沒實力要做人家下游 好那回到 聽起來好心酸 本次他這個大盒的公仔呈現上面呢 其實整體上 大家可以看到他頭髮的細節表現 有做出他那個翠綠色 就是那種翡翠色的這個漸層 然後到他上面的這個鬼角的部分 其實整體上面的細節做過 我覺得都非常好 唯一比較可惜的部分 就是他這個綁帶 一樣在交接處會有歇血的意氣 但是這在景品裡面 已經算是見怪不怪了 所以這個歇血的意氣來說 我覺得已經算是還在可接受的範圍 何況他這個綁帶 還是有細節上 用那種刻線的方式 把那個麻繩的質感做出來 所以這隻大盒目前整體的呈現上來說呢 其實我目前沒有看到什麼太嚴重的食物 那整體的品質也是非常的穩定 比較在乎的就是大盒這個側乳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 針對大盒他這個側圓 他整體的形狀做的也是非常的好 渾圓又飽滿又挺 應該是很多人心中的夢想 那整體上面的交接線 也沒有像之前一樣切在上面 去影響到他的視覺效果 所以這隻大盒整體上面的這個做工來說 欸 景品的價格入手的話 我個人覺得算是非常的划算 那接著來到這個日盒的部分 那目前看起來他整體頭髮的法式雕刻 做的是非常的仔細 一絲一絲整體的細節都把它做出來 然後法式上面整體上的上色到 甚至這個花的這個細節雕刻 做的都還算蠻不錯 那面部表情的呈現上面呢 也沒有失真的問題 整體上面還原度我覺得算是蠻高的 那唯一比較可惜的就是來到身體的這個 和服的部分 他整體的用色比較單一 然後細節上面呢 就有這種交接處 有這種硬不滿的這種情況發生 所以這一次這個日盒除了角色比較特別之外 其實整體的細節做工我覺得算是蠻普通的 好 以上就是本次我針對這個 1月份的這個景品選擇一下 那本次一樣按照往常的慣例 我們會選出一隻MVP 推薦給各位這個月 如果你只有一筆預算 可以入手公仔的話 那你應該要入手哪一隻景品 那首先呢 我第一名的首選 就是我們Mathematic的這個探自然 因為他這個不管是動作表現 整體細節的呈現上 還有那個價格 主要是那個價格 這真的太棒了 因為他其實 公仔如果做到這麼大隻 你看一樣是SPM系列的這衣窩座 價格比例是差不多對不對 但整體細節上 他基本上是屌虐的這個衣窩座 所以一樣的價格 這真的是我覺得最超值最划算 那如果呢 你還有多元力說要收第二隻的話 那我個人覺得 其實這個紅髮也是非常棒的選擇 因為其實 他這一次複刻的這個系列的這個景品 他整體的細節呈現上 我認為都是高過景品等級 哪怕是多 哪怕他雖然有貴個一兩百 我依然覺得這一兩百是物曹所知 甚至有些一番賞的公仔 都不見得有做到這麼細 好 以上就是我們本次 針對一夜份的景品全開箱 如果喜歡的影片的話 在下面按讚訂閱分享 並留言留言對我們的看法 或者是你有什麼IP有沒有 你只要洗個月 未來收定 或許就會像這一次這個 轉身實在怎麼樣 我們未來如果他穩定有發售 我們還不錯的話 我們就會把它排進 我們景品全開箱的這個企劃影片 那大家好 我們是BNO 我們下一支影片見 掰掰